山西的面食制作方法多样 这次新年会餐 炊事班就要借助锅菜汁 做出一份绿色的刀削面 让战友们感受到温暖的春意 刚才我们主厨班长说 从锅菜汁来和面 不单是这个颜色和面漂亮 而且锅菜的香味也会融入到面里 所以这将是一碗又好吃又好看的面 刀削面要想口感爽滑 可有不少诀窍 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揉面 咱们就是故意把这个面要弄成这么硬 因为到最后咱们用刀削的时候 它太软的话它削不出来 所以把这个面活得非常硬 到时候削的也才好吃 接下来就到了刀削面制作的特色环节 削面 此时削面的薄厚和大小 也是十分考验厨师的功夫的 削面的动作看上去稳 准 快 这也造就了刀削面独特的口感 和一般的手感面不同 当削面的刀锋快速划过面团时 锋利的刀刃会将面的表层切割得非常光滑 这让面片出锅时格外顺口 柔滑 这个削面手法上有什么要求吗 这个削面呢讲究这个刀不离面 面不离刀 胳膊直硬 手端平 手眼一条线 一冷感一冷 那这个面多久可以出锅啊 这个面呢刀削得非常好熟 它面飘起来 下面的面已经熟了 我看已经熟了 咱捞起来看看啊 看这锅面 真的特别地漂亮 而且感觉特别地硬紧 特别适合春节的时候吃 真的能讨一个好彩虹